俄羅斯說 要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撤軍 這難道又是緩兵之際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在基輔近郊的伊爾平陣外採訪 槍炮聲依舊響個不停 CNN採訪團隊還在城外 就已經聽到炮聲融融 伊爾平陣上 煙消味當然更濃了些 烏克蘭雖然從俄軍手中 重新奪回伊爾平 只是等待他們的 卻是搬不完的實體 鎮長坦言 現在的伊爾平還是很危險 光是過去兩天 他們已經從鎮上 疏散了將近500位居民 可愛的家園被戰火炸成了廢墟 伊爾平陣忍不住 悲從中來 是 消極性的情況 要有所有人搬送 媽媽 86歷 媽媽唔孤 從我的家庭留下了 因为忙着逃避,很多人只能带着亲边的家当离开 只是俄军的炮火始终未曾远去 尔平和吉府的距离只有短短五公里 俄军的飞弹当然也会朝吉府飞去 这件事是在差不多同时 那些俄军人在准备了准备了准备 这些飞机在这里 就连乌克兰国会议员都说 俄军过去几天的炮袭似乎更频繁了些 俄军真的会解除对吉府的包围吗 美国武将大厦说 目前撤退的只有少数的部队 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俄军部队的补给出了问题 现在不管是在马路上 树林中甚至是草丛里 到处都难见到遭遇乌克兰反击的 俄军部队阵亡官兵的尸体 卖军部队长 我正在说 家子的军 里面 他们的老公子 他们的军人都内部 因为这里面 军的军人 这不是军事 还是军事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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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听 我太惊喜了 我再也下了 我再去 不管怎樣 烏克蘭人想要的 只有和平兩字而已 請問綜合不動